教育机构为了鼓励青少年具备英语的思考跟运用的能力 所举办的国际英语利益大赛 经过的初赛分校和区域赛之后 终于在今天进入到了总决赛 连锁美语教育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国际英语利益的大赛 在经过一连串的赛事之后 有297位的学生进入到了总决赛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多元的竞赛机会 鼓励青少年投用所学全力以赴 面对考验并且挑战自我之外 也提供学院一个展现学习成就的舞台